有生之年健康快乐的活着,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,是因为不得不来,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,是因为不得不走,这中间的过程就随心的活着吧,人一辈子过得不易,酸甜苦辣,悲观离合,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,与其取决别人。 不如快乐自己,能把困苦的生活,活出失意,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,这才是本事,当你不开心的时候,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,想明白了,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,烦恼天天有,不见自然无,不忘人恩,不念人过,不思人非,不计人远,人生就是减法,见一面少一面,有些是想开了。 你就会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你就是你,你痛,痛你自己,你累,累你自己,就算有人同情你,那又怎样,最后收拾残局的,还是要靠你自己。 记住,有些人你可以期待,但不能依赖,时刻告诫自己,努力,坚强。 天上下雨地上滑,自己滑倒自己爬,每个人的路都得自己走。 累不累,只有自己知道,每个人的累都得自己擦。 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,别缠着往事不肯走,别拉着曾经不放手。 当一个人忽略你时,不要伤心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。 最肯怕的莫过于,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。 其实你明明知道,最卑贱不过感情,最凉不过人心。 你必须明白,要走的人留不住,装睡的人叫不醒。 不喜欢你的人感动不了,别再为难自己,人生短短几十年,拼也好,混也罢,都是瞬间,不指责,不抱怨。 给自己一份乐观,给自己一份淡然心绪,给自己一份宁静气魄,保持最真的情怀,保持最好的心情,健康的活着,平淡的过着。 真实的爱着,乐此不疲的帮着,就是一种充实,就是一种富有。 好好吃饭,好好睡觉,好好挣钱,好好花钱,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,不为不值得的是失眠。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,谁都没打算活着回去,既然活着就好好活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